毛澤東對劉璋二人 處於死刑的意見傳播後 在黨內外都引起了極大反響 外界也是議論紛紛 對於這些議論 毛澤東均保持了沉默 實際上毛澤東也是下了很大的決心 據說當華北區那份 建議處於劉璋死緩的令刑報告 被送成到毛澤東案頭的時候 毛澤東沉默了良久 當周恩來催問中央 在劉璋案上應該吃什麼意見的時候 毛澤東才吐出了兩個字 死刑 那麼毛澤東處死劉璋的背後 究竟有著怎樣的苦衷呢 就在華北區 關於劉璋議案的匯報材料到達前 東北局的報告已經提前到達 短短兩年來 東北發生的黨政幹部大規模群體性腐敗 深深震動了毛澤東 早在1949年3月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 毛澤東就預見性地提出了 防止糖衣炮彈進攻的重大問題 此時的毛澤東已經意識到 以農民為主的共產黨人 可能不會被槍炮征服 卻可能倒在資產階級的唐彈面前 毛澤東的擔心很快變成了現實 腐敗現象伴隨著新生政權的成立和建設 悄然滋掌 並逐漸呈現出蔓延之勢 1951年底 劉青山 張子善的東窗事發並非個案 他們只是當時腐敗情況露出的平山一角 剛解放以後不久 就是50年這個時候 這個我們當時呢 就是根據東北 華北 西南等等的 一系列的這樣的一種報告打過來 報告就是過來 我們就看到有一批的黨員幹部落馬 當時是120萬 數目是相當驚人的 毛澤東就感覺到這個問題非常嚴峻了 非常嚴峻了 劉青山 張子善也就是在這麼一個背景當中出現的 在東北局的報告中 除了嚴重蔓延的貪腐現象 浪費現象和官僚主義也很嚴重 而西南局 北京等地也相繼向中央遞上了類似的報告 在當時宋城的北京市委的報告中 財經企業部門貪污分子就有402名 公安部門有112名 其中老幹部佔79名 現狀可以說是觸目驚心 1944年 郭沫若為紀念李自成領導農民起義勝利300周年 寫了著名的《假身300年紀》 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 在這一年使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崩潰了 而由於種種的錯誤卻不幸換來了清朝的入主 人民的血淚更山流了260餘年 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後 批示《解放日報》全文轉載 並翻譯成小冊子 把它列為黨的整封文獻 下罰全黨高級幹部學習